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个被动技能 所以他进场的时候 一开始就会释放一次 然后每隔10秒又会释放一次 所以他一下子 他一共有两个主动技能 两个需要消耗魂力的主动技能和一个不消耗魂力的主动技能 这个幻智攻坚 所以他一进场 首先会把这个励志增幅给用了 同时把幻智攻坚也用了 给其他角色加这个魂力 然后护盾的话一进场就会用 在魂力还没有满的时候就会用 比这个攻击增幅还要快 琉璃护盾使用完之后 每隔10秒钟又重新刷一次 然后七宝神光可以加血 七宝神光额外有一个作用 就是说当琉璃护盾搭配这个七宝神光的时候 有30%的几率中心刷新这个CD 额外的触发一次 就是说随机触发了两个单位 那可能释放了一下这个七宝神光之后 另外两个单位 然后也是增加了一个这个琉璃护盾 这样的话就会变得很肉 所以我们这个七宝神光的这个作用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 他和这个琉璃护盾还有这么一个搭配 那么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我们把 昨天 二十几次的那个猎魂手猎给用完了 就是我们在这用 用了之后能够增加这个 普利叶魂兽的这个次数的 就是魂兽森林的这个次数 我们全都用完了 我们四次四次的用 差不多一小时用四次 然后这个海神之境的话 我们其实已经收集完了 只是这个素材还在这个邮件里面 然后世界首领的归属 今天打了好多次 你看这里 好多好多邮件 我们都没有领 今天 哇塞 得要 得要好好领一下了 估计得要熔练好长时间 我们先把背包里的东西 能轻的轻一下 然后这个 外转的东西我们打了 所以我们先把外转的 经验单吃了 魂胜经验单 力气材料宝箱 赐额 力气材料宝箱 四个看一下 魔鬼肉 兽魂先放着 提力药剂 尽魂选择 神剑令牌 魂碧看一下 7砂领牌 令牌先不要管他 毒吃一夜 好的我们把该吃的吃了 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 顺便可以用掉 这个使命令牌先放到仓库里面去 好的 我们现在有70个空位 开始领取游线吧 我们今天 一会儿我们要做一下这个近身 近身风号斗罗 素材应该是够了 但就是麻烦的是 我们要一点点领取这个素材 浑浑背包已满 哇塞 游戒里的东西我终于领完了 来来来 我们看一下背包里有什么好东西啊 背包里 看起来没有特别好的东西 比如说脆火石啊什么就没有 就是有好多好多紫色的装备 这个紫色装备太多了 我们先合成一下 哇塞 终于合成完了 来来 这个 把这个护额替换上 然后把剩下的红色装备 放到仓库里面去 好的 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这个斗魂场 本来 说是我们今天的次数得要攒着 但是呢 由于我比较缺这个荣誉 所以我就把这个给打了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金球加成有200%的荣誉加成 所以我现在打完就有6000的荣誉了 所以我没有忍住 那明天再开始攒吧 我今天打了20次 额外这里再领取1200的荣誉 现在有7360的荣誉 嗯 应该是勉强够了 OK 然后这是第三件事情 然后第四件事情 我们要做一下突破 封号突破 来 有96个 96个素材够不够呢 我感觉 好像差一点点 好像确实是差一点 OK 然后先注入一下这个 哇 差的不是一点啊 这个角色 还没有满 我想起来 这个海神 但是其实需要70个素材 我刚才96个就只够生一个角色 呀呀呀呀 那这样的话 完蛋了完蛋了 海神之境 我们今天只能购买9次了 来 先做一下四倍挑战 那今天只能暂时 4角色封号 我觉得一会儿 这个打完可能就 4角色 可能3角色封号 4角色封号到不了 这个才有60个 才有60% 啊 那完了 今天晚上 我们应该只能够 获得 4个角色的 我今天还打了好多 其他的混手 我还以为管够呢 这个我计算的不准 因为当时这些东西 都在邮件里面 我没有办法去计算 好吧 那我们就先做一下突破 突破3角色吧 这个角色 打算起一个叫做 龙蝶斗落 龙蝶斗落 这个斗罗的名字 大家可能没有见过 这个是 呃 那个 就是 就是那个 唐家三少 他在 斗罗大陆之后 又写了一部小说 叫做 呃 斗罗大陆二 爵士堂门 这里面的那个角色 有一角色 他是叫做龙蝶斗罗 所以我们这个角色 就叫做龙蝶斗罗 这后面 这两个名字 也有 也有主了 这个会是叫做 林兵斗罗 这个叫做龙神斗罗 名字听起来倒是 挺高大上的 然后这些呢 都是那个小张 图号小张 呃 建议的 然后咱就听取了 对不对 很正常吧 人家是咱的 这个赞的住者啊 呃 然后我们 第四件事情都算完了 然后第五件事情 这个皮肤 皮肤咱们换一下 呃 皮肤的话 呃 有一个问题 这个我们 已经装备上了 是剑斗罗 长这样 然后骨斗罗的话 他性别 没有转过来 所以装备不了 这个皮肤 这个骨斗罗 这个皮肤看起来 蛮硬的 看起来挺肉的 但是我们现在得要 去转化一下 这个性别 才能把这个皮肤给穿上 所以我们 去做一下这个性别转换 来咯 来来 第二角色 使用一下 将它转变为男性角色 好的 转变完性别之后 需要重新登录 我们已经登录好了 接下来 皮肤皮肤 来来来 让我看一下你吧 这个装备上的 他应该是在这里看 哎 来了 哎不是吧 不是吧 怎么两个都长一样 我这个是剑斗罗 这个是骨斗罗 但是这个人的皮肤 嗯 没有区别啊 哇 这个好奇怪 你看他们应该是两个机友 应该不一样才对 这里应该是有八个 我感觉 你看一下这里 这两个人 一个这个 一个这个 但是装备兰 装备完了之后 怎么都长一个熊样 哦 切换形象 OK 可以切换形象 怪不得 啊 可以这样子操作 哇塞 我们清楚了 来来 我们这里借用一下 古书的形象 来看一下 古书的形象 还是蛮霸气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的话 叫做剑术 不是这个是 这个是古书 这是剑术的那个皮肤 哎呀 看起来就是太年轻了 好的 这个皮肤我们完成了 然后我们再 做第六件事情 第六件事情 就是汇报这个地狱之路的 这个成绩 首先领取五十万魂币 地狱之路 我们昨天是打到一百八十关 凤凰就是一千三百六十万战力的时候 不是一亿三千六百万战力的时候 打到了一百八十关 就打不下去了 然后昨天我们换了五魂以后 打到了三百一只三关 足足提升了一百三十三关啊 这个实在是 惊为天人 这样的话 你就知道 他有多厉害了 就是完全比凤凰 跨越了N个等级 另外的话 我在打这个地狱之路的时候发现啊 咱们的一场战斗下来 咱们的伤害一场战斗下来 可以到达四千亿 原先我们在 二二零七玩的时候 玩了六十天的时候 他打一场战斗 就只能到一千亿的伤害 就是那时候还在玩龙 差不多就一千亿 结果现在换成这个 古剑之后 一场战斗能够达到 四千亿的 这个伤害 就非常两期 然后这里可以领取 很多的这个杀戮领域 我们刚刚应该是领了三个 这个时候可以使用一下 杀戮领域 先给第一角色激活 这个是生命之美 降低百分之十 造成的伤害提升 受到伤害减少 这个的话 首先把第一角色升满 四级 五级 六级 哇塞 一共能够升十级看来 OK 然后这个 首先给 剑斗罗 之后再给这个狗斗罗 让他变得更肉一些 好的 这是第六件事情 第七件事情 咱们对于这个 古斗罗的理解 古斗罗的话 他其实魂环 所有的魂环 就是所有的通用魂环 都是要凑这个属性的 包括这个冰地斜之右 他其实是冰地斜之右 本身的这个 这个三星啊 这里的这个 斜属性 可以被继承 但是 下面的这个魂技效果 是不能继承在 融合状态下的 那个神龙里面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你把这个 冰地蟹 放到 古斗罗这里 其实 不一定有用 同样的道理也是 是说 比如说 我们这里是怎么想的 就是昨天 已经想好了 就是 这个 腐蚀之刃也没有用 因为合成没有用 就没有用 所以这个狂热也不需要 到时候我们要把 这些全部都替换掉 那我们 想做的是什么呢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文档 一个是邪生虎 因为邪生虎 它是 有一个什么样的属性 邪生虎 在这里 邪生虎 它能够 直接 随机的选取一个地方 目标来吞噬 使它损失 25%的生命 和55%的魂力 并且 把这个用于自身强化 就是提高自己的 这个生命和魂力值 那额外还会提高 这些属性 提高技能增伤 提高韧性 提高攻击 那这样的属性 如果给到了古斗罗 古斗罗 开场的时候 就能吞噬 吞噬完了之后 获得这些属性 之后再转换到这个 五魂融合技当中去 这样的话 这个融合的神龙 就会非常的厉害 融合的神龙 你看它这个 额外可以 提成这个神龙 60%的攻击 和技能加成 这个生死 只要到时候 等级升上去之后 会变得更厉害 融合可以获得 更多的属性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古化神龙 古化神龙 可以继承 其他的属性 包括这个防御 技能减伤 伤害减免 PVP减伤 坚韧 这些都是 肉魂环的属性 我目前 有一个东西 稍微有点犹豫的是 就是这个 邪神虎 到底要不要过来 就是邪神虎 我到时候 觉得可以试一下 就是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把邪神虎 拿过来 然后把兵地歇 拿上去 这样的话 他肯定会打我的 合体之后的神龙 这样的话 就会触发这个兵地歇 兵地歇 红性的兵地歇 还是很厉害的 然后邪神虎 这个邪神虎 刚好是用来提高 我们的古兜罗 古兜罗的这个属性 提高属性之后 又融合到 这个剑兜罗里面去 这样的话 就能够提高 剑兜罗的输出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 同时把兵地歇 和邪神虎 都发挥出来 这就是我的一个 简单的理解 其他的几个通用魂 生命之种增加血量 皮特尔后 是为了保证 为了保证他不死的 就是额外加一个皮特尔后 然后玄规之甲 是增加护甲的 圣灵之力 和怒火中烧 是用来提高攻击力的 你看 一二三四五六 这六个 就是这样的安排 怒火中烧的话 如果我以后 有了黄金龙 我把这个 第一角色的怒火中烧 换成黄金龙 然后把这个怒火中烧 拿到古兜罗这里 这样就完美了 这个是对于 古兜罗的一个理解 然后第七个 其实就是说 这个冰滴蟹 冰滴蟹我的想法 就是把这个蟹下来 给第一角色 然后我们 想把这个仙人虎 蟹下 说干就干 呀 9.9万点 哦可以的 随便替换一个 然后把冰滴蟹 替换过来 冰滴蟹的话 他就是说 别人打你 就会触发这个 护体效果 在12秒之内 就会变得非常的肉 所以这个的话 给这个神龙 非常的有用 然后我们 然后这个冰滴蟹 我看一下 冰滴蟹红衣 冰滴蟹的这个红衣属性 是 算是一个被动技能 几方成员使用 十个主动技能后触发 这个其实给剑斗罗 骨头罗都可以 这股所谓 然后我们再看 接下来的 第十 第十就是说 我在打这个地狱之路的时候 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这里可以简单的挑战一下 这一关我们是挑战不过的 因为这个对手伤害太高了 我们这一关 注意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猪毒 就是我们这个长字 它会复制一个角色 这里我们切换的是完整 不是 你看 它复制好了 复制出了一个龟 然后它会拥有龟的 所有的限定会关技能 包括这个 呃 玄武之换 就是能使对方攻击力 最高的这个角色 呃 进行一个嘲讽 让它攻击它自己的这个队友 所以的话 相当于是说 龟本身有一个玄武之换 然后长字也有一个玄武之换 长字本身 还能够提高这个攻击力 这样的话 长字就起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然后这个长字我 到现在为止 没有见过它 复制出一次这个 呃 古兜罗或者剑兜罗 这个武魂 也没有复制出这个 融合状态的这个神龙 这个是没有复制出来的 呃 所以呃 即便没有复制出这个神龙来 或者是 呃 古兜罗或者剑兜罗 但是它 能够把这个龟的神有之换 复制过来 我觉得也OK 然后这里 哇塞 好像能能打过啊 哇塞 我之前就是差不多在这里 然后我的其他四个角色 就该就要开始死了 哇 神龙 神龙又出来了 这神龙好厉害 哇 这关我刚才那样的回馈 就是我没有把 冰地蟹和协神虎 置换之前 那个状态下 我打这关是非常吃力 我打了三次都没有打过 而且对方还剩三个还是四个角色 然后我们这里看一下这个输出 输出直接变成了 4700亿的输出 这个没有错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亿 十亿百亿千亿 4700亿的输出 果然咱们的这个回馈换队了 我之前都还没有换过 我都没有试过 哇 这个好厉害 那这个地狱之路好像又能打 那么一眼关啊 哇 我好厉害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这个思路 然后冰地蟹能够让这个合体的龙变得更厉害 同时 他 他这个 他就同时能把冰地蟹和协神虎发挥出来 这样的就很给力 那我们 这个其实还是要多实战 到时候我们在实战的时候也注意研究一下 然后这个 刚才第十条是 第十个任务是介绍这个 立志镜像的复制 复制的是这个角色龟 这个已经介绍完了 然后我们说一下第十一点 我们 领取一下这个作门任务 顺便的话就做一下这个日常哈 我们把这里做一下捐献 现在的这个作门宝箱是少了一些 只有395个 但也不少了 然后这里领取四个亏赠宝箱 商店兑换一波 首先是头子 然后是 智火之金 昨天我好像忘记买智火之金了 好像是 昨天我可能荒迹毛鸡之家忘记买了 额外的话 来 我们吃一下这个 啊 头子 好的 我们的第十一点事情是说 这个宗门公告进行了修改 离线一天会被提 够张力就能进 需要宗主帮忙 请在扣上说 这个有两个东西啊 一个是说 我们现在宗门人数没有买 我们现在宗门人数多少 46个人 也快买了 46个人的话 我们准备把这个 申请的善例调一调 调到大概300万左右 我觉得比较合适 咱们的意思就是说 宗门人数接近买状态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时候 我们 我们这个宗门的名额 才变得比较可贵 如果我们只有30多个 那别人可能 跳到其他宗门 他还觉得 他随时可以跳回来 那样就不太好了 他现在看到 我们这个宗门人数 有46个了 对不对 那随时都要买了 他这样就会紧张犹豫 这样就觉得 我们这个宗门人 名额是有价值的 那咱们虽然吸收了 一些低战力的 后面其实有些低战力的 我们不用看 虽然吸收了一些低战力的 但是 只要这个宗门名额 大家足够珍惜 慢慢的 其他人可能还会再进来 所以是这个意思 然后另外就是说 我们 不会说是 全部按这个战斗力来看 这个战斗力 即便排莫尾的人 就是新进来的玩家 即便他战斗力排莫尾 我们也对他友好一些 那他只要 李健不超过一天 我们就不会提他 这样的话 一些战斗力比较弱的人 也可以进来 刚好 那些人给我们疼的地方 那我们就可以让 这些新的玩家 好好玩一玩 对不对 其实挺好的 我们要对自己 宗门的人友善一点 这样的话 之前是说 之前因为我们 人太多了 所以我们是说 那战斗力低的 我们就踢了 那那时候太残酷了 所以我们变得温柔一些 然后另外就是说 需要帮忙的话 就在扣上说一下 那直接就和我私信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能够及时的看到 然后 宗门 我觉得这是一个 思路上的改变 然后接着 第十二件事情 我们说要 其实不是我们 就是我 我说要把这个 海神珠黄取出来 和修罗礼包取出来 这个是 要打算送人 送给谁呢 送给 送给 江彦黎 江彦黎他一直在求我 我觉得 因为他没有抽 没有抽这个礼包 所以这个修罗礼包的话 一共有两个 我昨天给了他一个 他这个的话 还想要 他一直在求我 然后也没有别人来找 我就给他吧 反正这个也不是多少钱的事情 然后这个 海神珠黄有五个 也给他刚好能够开 一个珠黄雪和两个海神 江彦黎他没有 充多少钱 他应该就充了 就肯定不到一千块 因为他的 哇 五个值二十五万的钻石 好厉害啊 这个看着好虚啊 江彦黎他是找我们充值的 那充的钱不超过一千块 然后的话 现在的战斗力 有两千多万 其实很厉害了 然后我们 对他好一点 其实 没关系 毕竟他是女孩子 我们左门就没有女孩子了 之前那个小飞飞 他的大号 也过去了 然后就只剩一个飞儿了 可惜 那唯一的一个女孩子 咱们现在对他好一点 这个不为过分吧 其他男孩子不要介意好不好 然后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天气龙和 黄金龙 刚才其实说到一个这个黄金龙的回宽 要怎么样去放 黄金龙的话就是 到时候把这个怒火中烧置换了 因为黄金龙还是很猛的 黄金龙有多猛 随便找一个大佬看一下 来来来 这个大佬他没有黄金龙 没有把黄金龙拿出来 在这 黄金龙之威 一星的黄金龙之威 这里主要是有这个东西 他是能够续命的 几方有局色死亡 使其满魂力复活 这个是同一星的一个 很厉害的东西 但是 黄金龙之威最厉害的是 他的这个2000%的这个伤害 攻击十次之后 释放这个伤害 而且是群攻 对三个威望进行释放 并且使他受到这个神神侵蚀 神神侵蚀长达5.7秒 在这个期间 这三个目标 攻击都会降低36% 技能伤害降低2% 然后每次攻击时 有15的几率 使其被 使其自身被眩晕2秒 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给力的一个东西 这个的话 他放给了这个 玄武龟 也可以理解 大佬资源 他资源很多的 所以他不缺 所以他可以把这个龟 也当做一个输出 那咱们不行 咱们的话 咱们的龟得要保命 这样的话 才能辅助其他的决策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思路的不同 但是我只想说 那个黄金龙 其实是很厉害的 到时候我们 如果有的话 可以先给这个剑 剑斗罗 然后其次是这个 天金龙 天金龙昨天没有想好 但今天想好的 是把这个给龟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龟 其实是比较脆的 我们现在这个剑斗罗和骨斗罗 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肉 一个是伤害减免非常高 另外是 呃 诶 其实你看西游视频有讲一点 啊 好吧 不管那 然后我们还是 去说 这个天金龙 呃 咱们的 骨剑 非常的肉 他们不会死 这个时候 咱们的这个 龟 塔长 要 好好的去保命 那咱的龟是在前排 塔长是在后排 龟的话 保命的话 用天金龙会很厉害 所以这个天金龙 我是预备给这个龟的 当然随着以后 比如说打到一百多天 呃 甚至一百五十天以后 那样的话 到时候思路又得要去更换 到时候我这 我这个龟 不容易死了 我到时候 随便一个星级 都是 比如说 呃 三颗紫星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天金龙就可以不给这个龟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龟再给做一些 别的考虑 比如说给他提高一些攻击之类的 好的 这个就是说一下 呃 黄金龙和天金龙这两个魂关 啊 之后我们再说 我们再说 第十四 十四件事情 第十四件事情 我们就是要拿到这两个大奖 从而解锁我们的 呃 红星的冰地线 这里 激活了一个 然后我们现在 想着怎么样拿到这个大奖 首先是这个特训 做一下 啊 首先 先 强化一下这个角色 OK 哇塞 还有那么多经验 天哪 来来来 零取一下 做一下突破 哦 这里还不够 现在是二十 不是 现在是十七 需要二十个 哇塞 那 那今天 这个升不了极了 好残忍 OK 把这些角色全都升到二十几吧 来 先做一下这个特训 特训的话 我看一下 特训 我看一下 混读了二十几 达到下个特训等级 啊 没有关系 来 先做特训 一个 背包已满 那今天 有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 我们没有五个角色 到达 封号陀罗十几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 没有办法在今天 爽爽的打这个 沙漏之都了 我们就只能打这个 混读罗七十几的 沙漏之都 这个就 挺惨的 如果能到这个的话 就超级爽了 哎呀 哎呀 那这样吧 我想想 这个沉入荣耀 我们不要也行 我们这个青秋加成 等到明天 后天吧 后天我们再使用一下 然后我们 昨天的 沙漏之都 次数攒起来 昨天 今天 明天 攒起来 然后后天 我们再去 使用这个 沙漏之都 哎 这样子挺好 这样的话 沙漏之都 这个次数 就不会浪费了 特训 两块钱一次 好的 这个接线 全都升到 二十几 背包已满 二十块钱一次 我们也做吧 二十五块一次 我们就不做了 那个太贵了 好的 就到这里 然后 等级升到 二十几 OK 然后充值福利 我们今天再充压值 再充个 九十八吧 我们平均 每天大概要花三百块钱 这个是正常的情况下 有活动的话 那就零当笔论了 特训用完了 领取六元 充值福利 领了 摇签树 我们摇一下 摇签树 这个要全部摇完 昨天 哇 昨天有两次 十一倍爆击 实在太爽了 然后哇 直接是一千零八百万魂币 净好爽 两百七十九万 两百八十八万 两百七十七万 三百零六万 三百一十五万 倒吸一口气 三百二十四万 三百 三千六百六十三万 哇 这个是多少倍 三千六百六十三万 我猜是十倍爆击 哇 十一倍 又是十一倍爆击 哇 怎么那么容易出 哇靠 这个有毒吧 哇又是一千 一千一百零七万 哇塞 哇塞 这个魂币 太给力了吧 哇塞 我这两天运气好好 来 三百七十八万 三百八十七万 三百九六万 你要是真正的运气好 你就最后十次 给我一个爆击 好不好 我之前十五次 已经做了十五次了 已经给了我 四次爆击了 哇 两千四百三十万 哇 哇 这个好爽 两千四百三十万 一千六百五十六万 哇塞 这个连着连着来 哇 你看到 一二三四五 哇 哇 已经五次爆击了 来来 再来 啊 这个荣誉灵一下 爆击 四百二十三万 四百三十二万 哇 两千六百四十六万 两千六百四十六万 四百五十万 四百五十九万 最后五次 能不能运气好一点 给一个爆击 求你了 啊 啊 四百六十八万 四百七十七万 啊 我搓一下汉 搓一下手上的汉 稍等一下 三二一 嘿 四百八十六万 最后两次 十二块钱一次 其实十二块钱一次 也还是划算的 因为十二块钱一次 他只要给我 四百八十万 就能 每块钱买四十万魂币 其实比较划算 啊 五百零四万 好吧 运气 不是那么多 哈 这里领取一下风收值 九百九十五点 然后世界首领 世界首领 我们看一下 今天我打了好多次世界首领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 十点 十一点 十三点 十四点 然后早上 六点钟的时候我就醒了 然后那时候就打了一次 今天一直在打 然后一会儿再打一下这个世界首领吧 来 我们再买一个 那个什么 来 买一个叫黄手玉 啊 这个其实全都买了 然后我们先 使用一个 然后十六分钟之后 我们去打下这个世界首领 十三 十四分钟之后 啊 这里 这里我给大家提前 啊 提前搞一个东西啊 就是 怎么样去卡时间 昨天我们其实已经说了 怎么样去卡时间 但是 今天我教大家一个东西啊 就是 用手机上的闹铃 有个比较方便的办法 就是你要 你要用手动去上闹铃 其实挺麻烦的 那我的话 比如说我 我上闹铃的话 我就直接告诉 这个手机的助手 我的手机是iPhone 所以我就直接和他说 让他报上闹铃 13分钟闹铃 然后 set a timer for 30 minutes ok your timer is set for 30 minutes 啊 这里 这里有问题 我刚刚说13的 它是听成30了 重新来 set a timer for 13 minutes a timer is already running would you like to replace it yes ok your new timer is running for 13 minutes 好的 这个时间就上好了 13分钟之后 它就会 响尽到零 这个手机的话 我不知道你刚才有没有听清 我刚刚把手机 靠在这个麦克这里 反正 这个 意思很简单 就是 我的系统是英文的 我 我这个一直是英文的 没有改啊 你也可以用类似的办法 比如你告诉他 这个siri 你告诉他 帮我上一个13分钟的 这个闹铃 其实我这个不是闹铃 是计时器 倒计时 帮我上一个13分钟的 倒计时 这样的话就很方便 这样的话 上倒计时的话 打三个东西 一个是这个世界首领 一个是这个冰火狼一眼 还有一个是这个 呃 屈服之霸里面的 不是 一个神界 一个神界大陆里面 这个神界boss 那这几个东西 上这个闹铃 非常的有用 啊 然后 这个 其实是我们的 说的第16点 然后第15点 刚才第15点 没有说 第15点是什么 来 武魂真身这里 混合背包 哇 可以做一下分解 我今天打了三次的 这个神界boss 给大家看一下 都是一个贪婪之神 诶 11点一次 12点一次 13点一次 诶 都是双倍的 但是都没有 爆两星的回合 感觉这个时间 还是有问题的 感觉是8点半以后 8点半到9点半打的 那一次 爆两星的几率 会高一些 我觉得还是 那个时候打比较好 呃 那我这个武魂真身 首先 分解一下 然后做下 这个强化 好的 强化完成 然后这里 给大家看一下 解锁的 二阶 武魂真身 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是 剑斗罗 剑斗罗 武魂真身 一阶是 反击几率 4% 这个的话 反击几率 就是 看一下这里 二阶 二阶 二阶的话 就是说 触发这个 反击的时候 被反击者 避重词的效果 这个是什么效果呢 每次攻击 有15%的几率 是目标造成的 所有伤害 降低20% 受到的伤害 提升10% 持续4秒 就是 使他攻击变低 然后使他受到 使他更容易受到伤害 而这个的话 还是有15%的几率 但是如果触发 那个反击的话 就一定 可以触发 这个 这个属性 就没有这个几率了 那 这个二阶 其实还是 有点厉害的 那一阶 这个反击几率 应该就是 4%的几率 如果触发了 就是你多打他一下 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反击 应该是这个意思 然后 古多罗 古多罗一阶是 5秒回去 提高7.5% 这个其实一般 然后PPP增 减伤 提高3% 这个还凑合 然后二阶 武神真身是 触发闪臂之后 回复自身 最大生命值 5% 我 这个是加血 然后还有一个 提高自身 10%的伤害减免 这个减伤 然后另外还会 降低敌方的 这个伤害加身 那就是说 降低他的这个输出 这个就是各种肉 和肉的属性 加在 加在了一起 然后这肠子 肠子我以前 好像没有看过 还是看过 给大家看一下吧 毕竟我们昨天 新换的五魂 肠子的两阶 第一阶是 自己两个范围内的 所有的我方单位 提高5%的闪避率 这个是给后排 增加一点 这个保命能力吧 然后这个第二阶 第二阶是挺厉害的 就是说 制作香肠的咒语 过于猥琐 释放魂力技能时 随机恐吓一个敌人 使其晕眩1.5秒 CD是10秒 就是释放 第一个主动魂力的时候 会随机晕一个敌人 晕1.5秒 这个还是挺有喜感的 这个叫法 然后这个塔的话 是说 受到各种负面效果的时候 时间缩短 20% 规的话 也是一阶 他这里差一个 魂中混合 魂中混合 只有差一个的话 那我这里开一个吧 我刚好有一个 魂中混合的宝箱 我开一个魂中混合 好的 那我四角色 变成了两阶五魂真神 哇 加了27万战斗力 好厉害 这个看一下 他的一阶五魂真神效果 一阶是提高10%的防御 和3%的PVP减伤 这个挺硬核的 第二阶 是每次受到技能伤害 都会回复自身3%的最大生命 哇 只要被技能伤害打中 就会回复生命 每次受到普攻伤害 都有5%的几率 提升自身5%的攻击 哇 这个 看起来挺厉害的 持续两秒钟 这个的话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叠加 应该是 可以叠加的 因为这个5%的几率 很难触发 这个几率非常小 以至于 可能被AA很多次 才能触发一次 所以这个应该可以叠加 而且这个持续两秒哦 持续两秒 其实叠不叠加都无所谓 因为两秒之后就没了 叠加不起来 事后 我们 我们再看一下 然后我们昨天 有一东西 没有弄完 一起才能保向开一个 五股风灯 保向开一个 OK 纪念魂环来喽 做门馈赠四个 看一下 哇 有六个强花刀装石 刚好弥补一下 昨天忘记打 这个排行榜的 这个痛苦啊 有外 这里还有一个 纪念魂环 哎 我们的冰地线 就只差一个 就可以升级这个 一颗恒星了 之后这里 先草碎果 先放一下 现在先不急 昨天有个东西 没有搞 就是这个人物的神殿 昨天我们不清楚 这个古豆罗 要选哪一个 那看了以后 呃 那这里简单说一下 这个是天使神殿 是奇珍持续输出能力 这个以前给这个三炮 然后现在其实给龙 就是你平A的那个龙 给他也可以 但是龙的话 一般点罗刹 这个神殿 天使不要给他 然后海神的话 他是 呃 他是 呃 提高自身生存能力的 然后这个 生命神殿 是提高辅助能力的 这个辅助 才会点这个生命神殿 比如这个肠子 他就点一个 这个生命神殿 哇肠子还可以 点这个修罗神殿 好厉害 变成攻击肠 然后这两个是 呃一个是生存能力 一个是生存加辅助能力 肠子的话 是主打辅助的 所以我们要唤醒一个 这个生命神殿 然后 然后 等一下 然后这个 古兜罗的话 直接就唤醒 这个海神神殿就可以了 OK 然后神殿的话 我们这个点数 呃 现在升到了20级 一共有3点 这个突破的时候 有一点 然后每升10级会有一点 所以我们有3点 然后这里的是 使用单体技能 对目标造成伤害 有27%的几率 造成一次追击伤害 伤害值为 一损失生命值的10% 看起来好厉害啊 这个普通 普攻对后排目标 造成攻击 造成伤害时 会降低目标5%的攻击 这个的话 啊打龙 是挺厉害的 这个我觉得 点了之后 这个非常能克制这个龙 所以我们点一个吧 然后我们这里的 这个海神神殿 是肉魂魂 首先把这个学一个 啊 前置魂魂是这个 伤害界面 在这儿 之后可以学 这边也可以学这边 每受到十字攻击 会免疫下一次攻击 这是受到致命一击时 会生成一个持续5秒的护盾 吸收自身攻击 乘以10的这个伤害 这个我感觉一般 因为它的攻击力 不会特别的高 但也不差 然后这个庇护是 生命值低于百人 35是提升50%的 伤害界面 持续4秒钟 50的伤害界面 还是挺给力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后面的这个冰盾 如果这个冰盾给力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点了 冰盾是 每当魂力值满的时候 为自身添加这个 含冰护盾 含冰护盾持续2秒 持续期间 攻击自身的目标 会降低15%的攻击 啊 每当魂力满一次的话 就会增加一个 这样的护盾 一场战斗应该可以满 啊 那么 至少两次 魂力值满两次 然后能够 呃 被打了之后 能够降低 他的这个15%的攻击值 还不错 那我就先把这个 闭护学了 然后再把这个冰盾学了 然后再来看这个场子 场子 首先是攻击力 提高2% 啊 提高2% 他竟然没有加 这个战斗力 这个可能是 啊 战斗的时候才生效 然后左边是 释放 治疗效果 提高10% 这个我觉得是挺重要的 然后这个治疗目标后 会使接下来 5秒内 每秒回复其自身攻击 乘以200%的生命 呀呀呀呀 我的这几个攻击的话 这个龟 其实攻击会很低 我感觉还行 还行吧 攻击时有15%的概率 触发一次密法打击 对三个魔妖造成伤害 同时降低起防御 这个的话 可点可不点 战斗开始时 提升几方所有单位 100%的技能减伤 和20%的普攻减伤 持续5秒 哇 这个好厉害 这个一定要点一个 然后宁静 释放魂力技能后 可使全场 所有友方单位 三秒内 提升60%的技能 伤害见面 哇塞 只要释放魂技的话 就可以提升 这个肠子的话 肠子我 看一眼 肠子的话 有一个大香肠 有一个 荔枝镜像 荔枝镜像 哦 不对不对 是粉红肠和一个大香肠 这两个是 这个魂力技能 我觉得60%的技能减伤也还行 然后这里是战斗 最后一个这个神恩 先看一下 战斗开始 5秒后 宁静到达一级就可以学习 战斗开始5秒后 激活吸血光环 几方攻击最高的三页单位 获得15%的吸血 哇 这个挺给力的 这个我要学一级 OK 那这样就学完了 神殿 神殿做完了 之后 呃 我们再聊第18个话题 第18个话题是 我在打 今天我在打这个外战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东西 神之镜 还有24分钟 今天发现一个东西啊 是在这里的这个魂环 叫做永恒之创 它是能够降低目标 30%的伤害加成 和10%的攻击加成 这个的话 我在打一个外战的时候 对面就只有一个boss 那个boss的 它的那个攻击力非常高 伤害非常疼 然后我就给了一个辅助 一个异性的这个永恒之创 就有一定的这个效果了 它就能够使得 这个呃 这个boss 呃 伤害降低了一些 这样的话 它释放那个魂技的时候 我的角色没有死 啊 这个就 我就是 我是觉得挺挺给力的 类似于那个 服侍之刃那样的一个 辅助魂环 所以你要给这个肠子 带一个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它也不吃这个攻速 所以不给它放那个塔 不给它放在那个塔的里面 呃 然后我们 接下来 呃 永恒之创说完了 说第十九个 第十九个是我今天 在玩手机上的那个 客户端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 就是 我感觉 我感觉电脑会比手机 玩的更爽一些 因为比如说 特别痛苦的一个地方 没有废物的武魂 在我在打这个外转的时候 没有废物的魂师 我选了一个魂魂 然后去点这个叉 这个叉很难点的 我在手机上 哇 因为这个真的很小 我在手机上点了好多次 它就是 点出这个魂魂来 这个叉特别难点 但是我在电脑上就特别好点 然后第二个呢 第二个事情是 在神界的时候 我去帮别人去打 这个boss 打的时候 来了一个人 然后他来抢我们的这个 呃 愤怒之神 我是在帮那个卫装 去打这个奋斗之神 结果 啊 最后失血的时候 我一直但是守着 然后手机上 不好点那个新 就是那个人 最后三血来抢的 然后我去点他名字的时候 点的就不够快 不像在电脑上 我可以啪啪啪 不停的再点 在手机上点的就比较慢 啊 然后而且点的 还可能不准 没有点到 结果就被那个人抢了 如果是在电脑上 绝对不可能发生 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是觉得 在电脑上玩这个游戏 好爽啊 对比之下 就是这样子 然后 额外的一个事情 就是第二十点 啊 外传有一个理解 就是开服的时候 他给的这个经验 因为外传是 在周日刷新的 而周日我们又 我们又可以获得 这个史莱克 史莱克的buff 史莱克的buff 我们一有这个史莱克的buff 我们就可以 打这个血缘和杀戮之都 就可以升级升的 升很多 结果这个 外传给的经验 就不够看了 你知道吧 所以这个外传的经验 其实真的很少很少 他这个是两万亿 但是我五分钟 就有两万亿的这个经验了 这个打完所有的外传 他差不多就 哦 我闹铃响了 大家听到了吗 刚闹铃响了一下 提醒我去打这个世界boss 来来来 先去打一下这个世界首领 诶 这个紫然已经在打了 哇 这个我打不过他 那我只能退出了 呃 那这里稍微有点尴尬 咱们今天打了好多次 最后这个 金秋加成就只有两小时 五十分了 那下一个咱们真正要打到 不然的话 这一次的机会就无失双倍了 好 这个有点危险啊 金秋加成 有可能没有双倍的话 就少了 少了一点 少了七十个绿色石头 一个红色石头吧 这个 我们卡下一个buff 然后这里 魂环这里我们看一下 魂环的话 我这里 海神之境 我上一个闹铃 set a timer for twenty minutes ok ok 然后他上了一个 计时器 二十分钟之后 会再想一下这个闹铃 然后这个外传的话 就是说 呃 你打的越高 这个 获得的东西越好 我主要获得的 不是这个魂币 不是这个 金简单 而是这个 罗刹金华 你不要急着说 我要用这个金简单去升级 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简单来说 就这样的 然后你就可以 最后几天再去打 我们现在还有五天 十二小时 对不对 我们等到最后几天再去打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魂环等级升上去以后 能够打通的 更能够打通的关卡就会更多 这样的话 可以获得更多数量的 这样的一个罗刹金华 甚至是 这个海神神石 后面的这个 第五弯 圈五开始就有这个海神金华 所以这个是一个打外传的一个思路 然后第二十一点 第二十一点就是有一个大佬 叫泡泡 他点拨了我 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在魂环里面 有一个五魂进阶 五魂进阶 这个龟的话 在十二级 十二级的时候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是死亡时 全体敌方无法恢复生命 以前我都没有注意过这个 这个死亡的时候 对方没有办法恢复生命 他的这个肠子和塔就废了 你知道吧 就比如说 我有一个龟 然后也有两个肠 也有一个肠一个塔 然后我的龟 然后我先把他的龟给打死了 然后他释放了这个 这个玄冰诅咒 这样的话 我的这个塔和这个肠子 他的奶 他就无法给别人提供奶量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剑斗罗 古斗罗的恢复 应该也就不行了 这样的话是挺伤的 所以这个龟 真的很厉害 就这一点 就这十二级 就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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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厉害 可惜我们现在 离解锁这个第十二级 还遥遥无期 我们就每天等着挂机给的这个 呃 清洁 清洁单 哇 好惨啊 清洁单 一天挂机 能给五十个吗 得要一星期之后才能升 到第十级 哎呀太烦了 然后第二十二点 呃 我们另外研究一下这个龟的这个回环 龟的回环是这样子的 原先我打算的是 把 呃 把某一个学策 把某一个回环 呃 就是我们原先不是有 呃 这样的一个回环搭配吗 但是这个 黄金玄武的话 好像不是那么的厉害 因为黄金玄武对于我来说 我现在 不怎么需要这个黄金玄武 黄金玄武有几 呃有三个东西 一个是说 加20%的攻击 就是说他会持续一个 他会变身持续12秒 加20%的攻击 攻击高了的话 其实变相的也能 因为他有这个玄武学脉 可以把这个呃 攻击力转向这个等量的防御力 啊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 呃 这个玩意儿 就不是那么的厉害 呃 不是 你就会变得更厉害 因为你加了这个孔子底 然后你的防御力 就会变得更厉害 然后额外的话 就是说他的普通攻击 会呃 变成 对三名敌人造成一个 伤害的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变成AOE伤害 普攻变成AOE伤害 额外施加这个应急 应急的话 累计时曾 眩阴敌方一秒钟 相当于是说 平A三次之后 眩阴三名敌人 然后眩阴他们一秒钟 呃 这个的话 我们没有这个玄武之力 所以变身的时候 不会获得这个玄武印记 啊 这个的话就是说 怎么样A出十下来 我觉得A出十下 其实挺够呛的 在真正的 呃 在 齐封对手的较量当中 你真正的要A出一个对手 能够 你真的 你真的去打一个对手 能够和他 呃 打到就是 差不多持平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你这个时候 你的玄武龟很可能 呃 活不过 十秒钟 然后他打这个 呃 打这个普攻伤害 应该 打十字的话 应该是 差不多十秒钟 才能触发 因为我们这个玄武龟的攻速 是比较低的 玄武龟的攻速只有 诶 有49的攻速 哇 49的攻速是什么鬼 我干脆进福地看一下吧 玄武龟的攻速 49 哇 我早上看的时候 就只有20几 怎么现在就变那么多了 哇 这个第一角色 怎么攻速变成153了 那么牛 哇塞 哇塞 太讨厌了 太夸张 这个 啊 然后 我就想说 这个龟 他的攻速应该是很低的 额外 他有一个这个天赋 这个神武怒击 就是每个五秒 会连击两次 就是多一次攻击 然后 魂环的话 魂环这里 我记得 他就是说 攻速越快 然后他 他恢复血量越高 这个是 呃 攻击 攻击目标的时候 自己会恢复 呃 1%的这个最大生命 这个是挺了不起的 所以他这个攻速其实也有用 但是我记得他攻速应该 只有二十几的 今天 早上还是中午的时候 我看的是只有二十几 是这样子 然后 这个 这个还没有讲完 然后 另外一点 另外一点是我们的第二十二点 我来继续讲一下